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亚洲节目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 在曼谷市中心一家豪华酒店内 6名外国人疑似中毒身亡 而第7名客人神秘失踪 这起事件发生在五星级的军越伊拉旺酒店 该酒店深受高端游客名人和政要的喜爱 警方在现场发现被使用过的茶杯和可疑的残留物 初步推测可能是情话物中毒 这起案件引发了广泛的猜测和社交媒体的热议 甚至有错误报道称6人死于枪战 泰国政府和警方正全力调查此事 以确保游客的安全和维护国家生育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曼谷市中心的五星级军越伊拉旺酒店 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震惊了整个泰国 6名外国游客被发现神秘地死在一间豪华套房内 这6名受害者包括三名男性和三名女性 其中两人还持有美国护照 初步判断已经死亡约24小时 房间内的现场没有任何打斗的迹象 但6个茶杯中残留着不明的物质 让人不禁怀疑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毒杀事件 当女仆发现这一惨剧时 第7名与他们同行的客人已不知所踪 泰国总理赛塔塔维辛立即发表讲话 向全国保证游客的安全 并将此事件描述为孤立事件 他在帕吞旺区酒店的深夜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没有挣扎的迹象 我们的工作假设是有第7名越南人 受害者是被毒死的 警方透露 7名越南客人在酒店预定了5个房间 但6人却齐聚在同一间套房内 这意味着失踪的第7人可能是案件的关键 曼谷大都会警察局局长提提桑沙旺表示 警方正在寻找这名失踪者 同时对房间内的残留物进行深入分析 房间内的客房服务餐盘未被冻过 几个使用过的茶杯和一对金属烧瓶 则成为调查人员的重点 曼谷农业大学的化学助理教授威拉采 普塔旺进一步指出 根据现场的证据 这很可能是一起情化物中毒事件 唯一完全被消耗的是茶 要这么快发作 必须是情化物 普塔旺解释道 这起神秘死亡事件震惊了泰国政府 也让人担忧国家的旅游业生育会因此受损 总理赛塔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 特别是在他自去年8月上任以来 积极推动国际旅游和经济复苏的背景下 为了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 泰国政府推出了多种免签证政策 试图恢复受到疫情重创的旅游业 然而这起事件让人们对泰国的安全性产生了疑问 曼谷市中心的君悦酒店位于高档的巴吞旺区 这里拥有多个高档购物中心和吸引游客的四面佛神庙 是游客们的热门地点 这次可怕的事件不可避免地让人联想到 去年10月在鲜罗百利公购物中心发生的枪击事件 也是在同一区域 当时一名14岁的男孩开枪造成三人死亡 而且这次枪击事件正好发生在泰国北部 一所托尔索大屠杀周年纪念日前几天 那次事件造成36人死亡 据南华早报报道 泰国警方正在追踪这些越南游客的每一步 以确定第七名失踪者的下落 这些死者中有些似乎是首次来到泰国 而另一些则是回访者 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泰国可能面临的生育损害的担忧 华盛顿邮报引述越南外交部声明称 越南驻泰大使馆正在与当地官员密切合作 以监控事件 澄清信息 确认受害者身份 并实施必要的公民保护措施 这起事件也提醒我们 无论在何地 安全问题始终是旅游业的重中之重 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指出 泰国警方在下午4点30分接到酒店报告后 立即赶到现场 发现了6具尸体 警方的初步检查显示 这些死者都摄入了有毒物质 但现场没有打斗或盗窃的迹象 警方表示 这不是自残 而是有人造成了这些死亡 我们需要找出动机 泰国总理赛塔强调 这起事件与盗窃和枪击无关 这澄清了早期谣言 引发了社交媒体上的狂热猜测 这场悲剧让政府感到压力倍增 因为这可能会对一直在努力恢复的旅游业 造成更大的打击 《卫报》的报道中提到 泰国政府已命令所有机构迅速采取行动 以避免对旅游业的影响 警方表示 死者以7人一组预定入住酒店 但只有6人被发现死亡 这使得失踪的第7人成为调查的重点 警方正在进一步检查现场的所有细节 包括未被动过的食物和已使用过的茶杯 以确定真相 随着调查的深入 泰国政府和相关部门将如何应对这起事件 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泰国作为东南亚的旅游胜地 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 旅游业对该国经济的贡献巨大 希望泰国政府能够迅速查明事件真相 提供透明的信息 安抚受害者家属 并维护泰国作为安全旅游目的地的声誉 正如电讯报所指出 这起事件的发生 让人们对泰国旅游业的安全性产生了疑问 泰国政府必须迅速行动 查明事件真相 并向公众和国际社会提供透明的信息 这不仅是为了安抚受害者家属 也是为了维护泰国作为安全旅游目的地的声誉 希望泰国政府能够从这次事件中吸取教训 进一步加强对旅游区域的安全管理 确保每一位游客都能够安心享受他们的假期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六名越南意外国人 在曼谷市中心的军越伊拉旺酒店 被发现死亡 引发了震惊和广泛关注 事发地点是一间豪华酒店的套房 六具尸体倒在地上 现场还有使用过的茶杯 和没有动过的客房服务餐盘 这起事件被怀疑是毒杀案件 泰国当局正在调查中 事件发生在星期二下午 当酒店女仆进入房间时 发现尸体 这些受害者已经死亡约24小时 警方和法医小组 在现场检测到茶杯底部 含有可疑的残留物 警方表示 房间从内部锁上 没有挣扎的迹象 并且失踪了一名第七名客人 这名失踪者可能是嫌疑人 专家认为 情花物中毒是这些死亡的主要怀疑原因 泰国总理赛塔 塔维辛迅速发表讲话 称这是一个孤立事件 并保证游客的安全 同时 他也下令所有机构紧急采取行动 以避免对旅游业造成影响 泰国警方正在全面调查 包括检查受害者的行李 和追踪他们从抵达曼谷后的每一步行动 这起事件对泰国的旅游业 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尤其是在政府努力振兴 因疫情受损的旅游业之际 泰国每年接待数千万游客 旅游业对国家经济至关重要 因此 这起突发案件 让政府面临巨大的压力 需要迅速找到真相 并恢复国际游客对泰国的信心 君越伊拉旺酒店 是曼谷的一家高档酒店 拥有超过350间客房 吸引了大量高端游客 名人和政要 事件发生在曼谷市中心繁忙的巴吞旺区 这是一个著名的旅游地点 拥有多个高档购物中心 和著名的四面佛神庙 去年的一系列高调暴力事件 特别是针对中国游客的绑架案 已经影响了泰国旅游业的复苏 这起案件的报道引起广泛的媒体关注 泰国政府 警方和专家们正在努力解开这个谜团 全球各大媒体 如南华早报 华盛顿邮报 卫报 电讯报 和独立报 都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详细报道 强调了案件的离奇性和潜在的国际影响 目前 泰国警方和相关部门正在全力调查 以确保能够快速解决案件 保护泰国作为安全旅游目的地的国际声誉 泰国政府意识到 迅速行动和透明的信息发布是关键 以安抚受害者家属 并向国际社会展示泰国政府的决心和能力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 我们来看看这起可怕的事件 六名外国人 其中包括两名美国公民 竟然在五星级酒店的套房内被发现死亡 这里可是军越伊拉旺酒店 不是什么随便的小旅馆 这简直是泰国的911事件了 到底是谁这么大胆 居然敢在这么高档的地方下毒 要知道 这里可是正要和名人经常光顾的地方 这就像在白金汉宫里发现 有人中毒一样荒唐 泰国政府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否则旅游业可就完了 楚天书 你说得太夸张了吧 这又不是007幽灵党的剧情 虽然这起事件确实很严重 但我们不能因此就给泰国旅游业判死刑 要知道 泰国去年还吸引了2800万游客呢 而且 这起事件发生的地点是在豪华酒店 不是公共场所 对于大多数游客来说 这仍然是一个安全的旅游目的地 倒是你说的这个泰国911也太夸张了吧 要知道911之后 美国旅游业也逐渐恢复了啊 奇奇 别小看这件事的影响 你可能不知道 泰国的旅游业在疫情前 可是年接待4000万游客 这些游客带来的收入 可是泰国GDP的重要部分 如今好不容易才回升到2800万 你以为这不重要吗 这可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你还记得去年10月的那起枪击事件吧 当时就已经动摇了很多人的信心 现在又来这么一出 还是发生在高档酒店里 这简直是给泰国的旅游业雪上加霜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好像泰国的旅游业已经死了一样 事实上 泰国政府早就遇见到这种情况 总理赛塔塔维辛已经下令紧急调查 这可是他个人形象的重大考验 再说了 这起事件的具体原因还没查清楚 早些错误报道说是枪击 现在又说是中毒 这就像是奥德赛中的迷宫 越复杂越吸引人 我相信 最终真相大白后 事件的影响会被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泰国的旅游业会继续蓬勃发展 齐齐 你真是太乐观了 你有没有想过 这次中毒事件可能曝光了泰国在安全管理上的漏洞 你说的没错 总理赛塔的确采取了行动 但这只能算是危机公关的一部分 真正的问题在于 泰国要如何改善其安全环境 让游客感到安心 这不像是奥德赛 这可是现实生活 游客不会为了冒险而来 更多人会选择更安全的目的地 要是处理不当 泰国的旅游业可能会重蹈希腊经济危机的复彻 楚天书 你真是大惊小怪 泰国的旅游业就像不死鸟 经历过疫情的考验 依然能够复苏 这次事件确实是一个挑战 但也是一次契机 可以促使泰国政府加强监管 提高安全标准 正如你所说 总理赛塔已经采取了行动 这是好的开始 我们应该给泰国一点时间和空间 相信他们能够从中吸取教训 变得更好 就像马拉松一样 真正的胜利者是那些能够应对困难 并且坚持到最后的人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啊哈 泰国曼谷这事搞得像是国际间谍片一样 在军越伊拉旺酒店发现了六具外国人的尸体 还有一个神秘失踪的第七人 这起事件简直是一场现代版的迷案 让泰国政府和警方都忙得不可开交 根据多方报道 这六名死者都是越南人 其中两人还持有美国护照 酒店房间内被发现的茶杯上有可疑残留物 这让人们开始猜测他们可能是被毒杀的 曼谷农业大学的化学专家威拉猜 普塔旺猜测 这很可能是氢化物中毒 氢化物这玩意儿 简直就是毒杀剧里的常客发作快速且致命 这六个越南人到底做了什么 居然惹来这么一场灾祸 有人说这可能是商业纠纷 也有人脑洞大开 认为是国际阴谋 至于真相 那还得看警方和法医的进一步调查 泰国总理赛塔 塔维新立马跳出来安抚民众和游客 声称这是一起孤立事件 并且保证游客的安全 赛塔总理这段时间可真心不容易 刚刚上任没多久 正忙着拼命吸引国际游客 好让泰国的经济从疫情中恢复过来 结果这一场恐怖事件 无疑是给他的努力泼了一盆冷水 从警方发布的照片来看 房间里的食物没被冻过 倒是茶杯和烧瓶被使用过 这更让人断定 毒物很可能是通过饮料进入他们体内的 话说回来 一群越南人跑到曼谷 说明泰国的免签政策还是蛮吸引人的 只可惜 这次他们是来享受假期的 却遇到了这么一场悲剧 泰国这几年可是想方设法吸引外国游客 提供免签政策 甚至打出各种促销活动 谁能想到这么一个五星级酒店里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军越酒店亚太地区的发言人安吉丽娜 修也表示 他们对这场悲剧深感痛心 并强调会全力配合当地当局的调查 越南大使馆也没闲着 越南驻泰国大使和大使馆官员立马赶到酒店 协助确认受害者身份 并帮助受害者家属处理后事 这么一场跨国事件 让我们不得不感慨 这世界真的是越来越小了 这起事件无疑对泰国的国际形象和旅游业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泰国政府和相关部门现在要做的不仅仅是查明真相 更要向全球游客展示泰国依然是一个安全的旅游目的地 这么说吧 泰国这次真的是在玩一场高风险的平衡游戏 一边要吸引国际旅客 一边又的确保他们的安全 总的来说 这起事件让泰国政府和警方面临不小的压力 他们必须迅速透明地处理案件 以恢复国际社会对泰国旅游业的信心 希望这些努力能够有效 让泰国这个美丽的国度早日摆脱这次阴霾 重新迎来四面八方的游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